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话题丰富多彩 分成三段来和大家分享 首先 我们聊到了印尼 Moro Valley的那个中国建的工业园区 这个地方大的像个小城市 每次出园区都要花上30至40分钟 这里的班车和电瓶车群像水里的鱼一样多 真是让人叹未观止 接着 我们讨论了美国的能源和战争机器 美国的无穷能量 支持着战争机器的永久运作 让其他国家很难挑战它的地位 谈到未来 没有哪个国家在未来20年内 可以取代美国对人类的作用 就像中国崛起的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 最后 我们探讨了一些经济话题 比如说培根的价格和劳动力效率的变化 还有新兴市场教父麦普斯对中国股票的看法 他最近看好中国的科技硬件公司和电动车企 认为他们有些比特斯拉还要优秀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更多精彩的讨论等着你 谁说昨天豆腐脑中讨论集中吧 今天放下一个节目 我们的这类节目 汇幅很多层次 可以选择着 部分涉及百科 辩论它会有博弈 在东东视野之外 行为花了比特时间 而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前桌 是不同的呢 还是地位 一个人说 印尼摩尔瓦里中国建的那个工业园非常大 差不多像个小城市一样 每次出院吃都要开车30到40分钟左右 每天上下班班车和地平车群多得像水里渔一样 美国具有无穷的能量 只使战争机器永久运作 这是没有任何国家真正敢挑战美国 同时也让战争总不容易摆脱 麻婆豆腐说 没有哪个国家在未来20年内 可以取代美国对人类的作用 无论你喜欢与否 这位中国决界的力量也是不能忽视的一样 阿哈区城 B90X本币等等 麻婆豆腐说 培根的价格 今天买一磅大约需要13分钟的劳动力 它肯定比1990年代和2000年代 以及1980年代的一些时间贵得多 但仍低于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 那一说 现在13分钟的劳动力 比以前的13分钟的劳动力 效率高很多 实际说 杨如威西方完全不了解中国 后果自己承担 BX 1700PS1的清新市场较普 麦普斯近日在香港表示 自己在大约三四周前转向看好中国股票 其内包括小米等中国科技银件公司 已经正在成为成就品牌的企业 同时还看好中国电动车车企 表示有些企业要优于特斯拉 即是看好台股及台地电 麦普斯四月曾表示 中国股票吸引力不够 建议离开中国股票 麻婆豆腐说 CSIS的红墨水 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产业政策 被广泛引用的报道之一 但总体数字 中国在产业政策上的支出占 GDP的1.7百分号 是一个巨大的低估 报告称 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看看占GDP的一四 总是值60%的国有企业 或主导贷款的国有银行 看看国资委对经济中 每个战略部门的控制 即使是著名的私营企业 也必须与国家目标保持一致 否则将面临后果 看看国家如何谨慎地控制 和培养外国公司 进入中国国内市场 看看中国在基础设施上 花费的数万亿美元 看看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 和将农村地区 变成工业区的能力 大多数人认为的产业政策 补贴 税收减免 几乎没有触及中国党国干预 和引导经济的表面 西方的产业政策太小而科了 中国无疑是倾出于蓝 谁说五十年未见如此狂热需求 高盛 这才是真的的金矿 电网升级需求是不开胆 白桃木迹象凸写 电力股还太便宜 思想新市爆 台基电首席科学家 与丁四座 低估中国创新能力者 实造成自己局务人 美国在这一方面还有优势 其余方面以上是竞争力 思想新市爆 台基电首席科学家 A6JU05FG 阿伦大菲特的大部分财富 是在65岁之后累积的 AQ6QT66COP C6SIPOA MTA B625B0B0 我是ZZ说 HTTPS U2BBDSVF5 SI等于 UHRCNMNQ4Q4VDR BECB2 4JC8 780,144.6G 麻婆豆腐说 产业政策 CHIPS Act的影响 地广人稀未开发的美国 是多么的真实 中国力量 新能源 还在优绿能源问题 以后是过剩的问题 实验说 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 香格里拉法务会议 除了政客将军军火上 与阴谋分子 这在任何角度 无论是中国 美国 还是亚洲 其他国家 发生战争时 极其没有理由 没有必要 也没有一方会 因此成为赢家 1945年 人类终结战争 之后所有的战争 都没有因 麻婆豆腐 说 越南推翻红色膏棉呢 谁也说 这是中国小战 麻婆豆腐 说 小的战争 挽救了几百万 柬埔寨人被图露 所以不能绝对地反战 燕建说 豆同学 能源是不会过剩的 能源要是过剩 人类的社会问题 就都解决了 麻婆豆腐 说 who knows believe energy revolution is coming 谁也说 Texi BT-1 KT-2 麻婆豆腐 说 The Clash of Constellations The Wire China HTTPS 3w.thewirechina.com 202-0602 The Clash of Constellations China Satellite Test Starlink 甜点 说 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未到躺平时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但大量民企入局 追赶速度会很快 With a flood of private sector companies entering the ring China hopes to finally catch up to the USS Starlink Fox说 竞争的是轨道资源 而不是卫星技术 前者固定 后者可变 很快会产能过剩的 五年 甜点 说 是啊 先到先得 直到地面 没有的 以后需要付费租买 麻婆豆腐 说 核心问题如何挣钱 不挣钱的生意 早晚完蛋 Starlink 采200万用户 还不够维护费的 先玩玩 谢谢大家 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别给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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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Strawberry複数颜色